你好 欢迎收看8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交通部提出的台九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 规划方案昨天晚上在秀林乡和平村 克尼部落会议中获得资商投票同意 宜花沿线七个关系部落都已经完成投票 而苏花安全线规划方案也在部落同意路线后定案 沿着尼克布东路经过台里达卡园区台铁和平站 然而新的苏花庵路线结完取值 以高架桥穿越和平港以及达卡园区之间 路线与铁路平行 原本主任们达卡园区人潮将因为苏花庵没有通过 影响到部落主任的生计 三校晚间部落会议投票之后 已经同意公路总局规划结完取值的方案 公路总局表示和平和中段 全长5.5公里 除了中容隧道0.7公里提段之外 其余采高架墙规划 该处为三峰地滑地指明岸区 再行接中仁隧道北道口 公路总局表示 为了方便和平村民将在南澳的汉本 陆体设置北向进出闸道 花联和平村和人两路旁设置南向进入闸道 提供和平完整进出闸道 另外中仁隧道北口设置南路以及北处杂道 一例河中部落民众往往花联 苏华岸高架桥在台铁和和平站以南 通过目前的台九线平面道路上方 高架桥下方位平面混合测道 西侧三边设置挡土墙提升安全 让和平河中往返的部落门居民能够安全通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